也是没想到有洁癖的我活了26年 有一天竟然会心甘情愿的给别人剪屎 甚至还会对着他的屎说 你真棒 哇 教不从你好棒 不过如果是这样一只小狗狗 每天如此望着你 又这样这样的躺在你怀里睡觉 你会 养狗才一个月 我跟瑞哥都有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 甚至还会因为给他起名 和不同的教育理念吵架 是不是有一种新手爸妈的感觉了 烦了 我以后该不会鸡娃吧 今天瑞哥带着小宝贝来接我下班 把我工作室的人都猛坏了 我们也最终决定了他的名字 焦富聪 本来其实是想叫爷奶或者叫清不良 但是我就被焦富聪这个名字洗脑了 有很多人说叫焦富聪 哈喽 各位叔叔阿姨好 我叫焦富聪 焦是焦气的焦 富是富贵的富 葱就是葱花是葱好不好 小名叫葱葱 昨天那个奶酪来家里玩 然后他跟奶酪玩的特别的开心 家家的奶酪 所以那天我都叫他清不良了 但今天算了吧 以后反正就叫焦富聪了好不好 对 然后这几天我又把他天天洗脑 就在他面前叫小狗的名字叫焦富聪 我是看你训练的好 那就勉为其难的同意吧 对 现在真的就是都想抱着 完全不愿意让他下地 昨天我跟瑞哥带他去湖外 我们俩就抢着他抱 不愿意让他沾到脏东西 太可爱了 有一种养娃带娃的感觉 是不是 真的 养狗第一步 当然是购物 那些以前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 全都花在焦富聪的身上了 来看一下我给焦富聪买的衣服 这个是一个围兜 看一下可不可以 均绿色的一个小衣服 这样子的 那这个呢是一件Polo衫 哇哦这件黄色的很奶奶的 然后瑞哥给焦富聪买的 跟他买的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 除了好看的小衣服 焦富聪呢还拥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和宠物一致环具 你说你是不是狗生瑜伽 你是不是 嗯 这个真的 他平时基本上不买快递 家里全是我的快递 但是最近家里全是他的快递 因为都是焦富聪的快递 你们看 你来介绍这都是什么吧 瑞瑞 这什么东西这一箱 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以后 就是这其中一个快递 里面是这么大一箱 这个是简便便的垃圾袋 而且这个是可降解的 好像我看到的 所以就环保养保一点 对 磨牙棒 他不喜欢任何玩具 但是这个磨牙棒 他现在一直在来酱特别安静 好香 奥尔良鸡翅味道 这个是他的去泪痕的 因为他有点泪痕 就每天都得给他擦这个去泪痕 真乖 不是已经有了吗 但是不够嘛 然后就囤着又买了两个 这是他的小梳子跟眼药水 毛巾 尸巾 我的天 你也买太多东西了 平时我让他帮我拆的快递 是不会拆的 但是帮狗拆快递可积极了 我在家里的地位还不如狗呢 就是我从来买快递 没有催过快递员 但是交付出所有的快递 我都是挨个 就是看到快送了 就给快递员打电话 你好 麻烦我家的快递 能快一点送吗 看 我们都多爱你 大家都多喜欢你 是不是 你别影响他吃东西 你看他不开心 跟恶犬一样 瑞哥真的让我看到了 他身上那种好爸爸的气质 每天给他洗脸刷牙 还吃巨子 报了一个养狗培训班 不仅每天要交作业 还要被老师严厉的训诫 没有过养狗经验的主张 完全不会认知到他的重要性 在于他出来的吗 知道了 什么 就是 你这节课 你是问捕捉法 还是问目标法呀 笑死了 获取行为 瑞哥被老师抽查 然后他答不上来 然后被老师骂了 获取行为的方法 知道没有 认真听课 是 果然鸡娃的精髓 就在于鸡父母 是不是 为了你 我们可付出太多了 宝贝 不过好在啊 吃得苦中苦 方为狗上狗 下面是我们这个 交付通的 训练成果大赏 你给我看个视频 分个小时 宝贝 你爸爸要给你上课了 他要今天要培训什么内容啊 他只要看我 我就给他吃 怎么样 怎么样 交付通的表现是不是特别好 他在半个月之内就学会了一切的技能 是不是值得大家一个赞呢 而且啊 当我带这个交付通去公园 更是觉得自己脸上有面 那一天 我至少听到了一百句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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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被太多人围观 只后悔自己没有画个美美的妆 大家围着他拍照 他也会乖乖配合 我们叫交付通 跟迪迪说我们叫交付通 好可爱 好可爱哦 迪迪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哦 包围了 这些都是被交付通吸引过来的人 交付通被小孩子们包围咯 爱妮孤胜走安乡 爱妮孤胜走安乡 没有人会唱 你们不会唱吗 你们不会唱雇佣者吗 并且他还能沉着冷静地应对 他狗身终遇上的每一只狗 你们三个在干嘛 有一只大哥哥来了 跟哥哥打个招呼 他对小狗好主动 那平时交付通呢 他已经习惯了在我身上睡觉 所以把他放回笼子里 他就会有一些分离焦虑 这可能也是每一个新手养狗 父母都会遇上的问题吧 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吃个饭 然后再喂他吃饭 他一直在叫 但是我们看的时候 就是他叫的时候 不能够理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类似于 一个婴儿想要吃糖 然后就躺来地上一直哭 说我要吃我要吃 就不能理他 这就是你宠出来的结果 你约要抱他 从你连着昨天晚上在你房里睡觉 就是造成亲爱的结果的幼影 你知道吗 这一个月呢 真的很感谢焦富聪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 虽然我跟瑞哥会 因为教育他的问题而吵架 但是他真的给了我们 很多治愈的时刻 特别是每天下盘回家 抱抱他就感觉 这一天的阴霾都消散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焦富聪呢 我也会常常更新焦富聪的Vlog 跟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说拜拜 拜拜